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透過Eleven Sports來欣賞 第十七季 SBRO超級籃球聯賽的現場直播 在賽前其實Session也講了 在他的IG其實也 事先的有先透露 就是他星期一也就是明天 就會返回去美國了 閒聊的時候也講到說 他其實非常喜歡台灣 如果未來還有機會的話 他也願意再次的回到台灣 第一波的進攻 找到Low Pose 要來單打的Evans 轉身右手抛頭進 這邊一開始 洋將手他或是本土的台灣球員手他 基本上翻過來不是 就是在於說他們有去觀察 防守者他在於 在拿他的右側還是左側 繞到另外一邊 一個人來守住Evans 其實是有一定難度 對 那你看到其實這個 陳順強這樣的一個 過去就是以精準射手 著稱的這兩名球員之外 好像在穩定性方面 做一些討論啦 那我覺得現在的裁判 他也不是說完全都 呃 像以前我們最早打比賽的時候 可能只有兩個裁判 有一控制節奏的時候 這時候就要發揮出 你的價值所在了 結果又是一次的失誤 好 停播耶 好 收球要找隊友來幫忙 高建義 趕快把球交出來 基亭透透汪泰傑 黃佳明 做了一个假动作 直闯进区 前面一次放枪 这次没有问题 他还留了15秒 给了高雄九泰 也很快的 而且是失误收场 这边直接跳起来了 张家荣上了很得分 越高 所以这是最容易得分的东西 你一定不能把他给忘记 比较瑞外线的出手 4-3 好扯 而且是红色法拉利 外线的出手林峰 在看待这样的一个对抗 在篮下的硬 又是最紧N1 现在在篮下 他已经是用林润宏来打这5号位 所以 因为投进还没有关系 结果反而是 你反而应该贴上去 提早跟他用力 不要让他等他力量出来的时候 你要去守他反而更难守 利用传球的方式 Lift 李嘉瑞 成功的快攻 这一块 他完全没有办法 掌握到现在九泰半场进冬一个节奏 所以就是说 当你一个好的后卫的时候 你不管你是在全场开放左边 但是他已经知道 苏玉静已经脱跑了 说第一节 我们看到陈又许有这样好的表现 我苏玉静 身为一个本土 就是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四号球员 他也不会看他这样子的表现 绝对被他开后门 这时候其实帮忙边就要过来协防抄这一颗后门的球啊 高坚毅 变成了助攻吗 没有 因为在篮下也没劲 再下来 诶 失快攻了 其实张卫翔他是一个身材条件而且弹性非常好的一个球员啊 我觉得他的 就是说他的身型条件其实是值得可以去培养的啊 高坚毅的三分球 教练骂归骂 对 球员在场上 他也知道球员最清楚 你说要挑战我就挺你 对 其实像陈玉瑞这样子年轻的拳他从第一节开始就 哦 一个转身 Avens就扣了 哇 可能Avens看他可能有 旁边有跟他讲说我们两个主播跟球员都一直讲他只会勾射 所以他下半场第一刻马上往里面打 哇 可能上 第二节看到苏玉京在篮下怎么这么简单的样子 我上来 诶 好像也是哦 对 对 陈又许现在就要来学习 如果面对到像是Avens这样的一个洋将的一个层级的时候 能不能延续他在上半场的一个表现 对 我们现在看到Avens这一颗其实他 做了一个第一位中锋非常好的动作 他接到球的时候他没有第一时间下球 他走上 马上转移出来 踩脚步 再给李寅峰 很大的空挡 Wi-O-1 台英的防守之后 然后再制造外面 李寅峰的一个空挡出手啊 好 突然的加速挑拦 陈雨蕊 远边并没有人来 从后面一拍 陈雨蕊的犯规 这一个抗议啊 陈过伟教授直接被插了一个技术犯规 再一個 追加第二個技術犯規 那陳國維教練要被趕出場了 對 這時候可能兩次的技術犯規都判在教練團的話 總教練就是要出場了 打籃球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像現在我自己在教我自己的兒子打籃球的時候 我就教他自己只能用左手運球一次 對 但是其實目的是說你在球場上 你要能夠把你的一個缺點盡量能夠縮小 感覺條件就是你必須要做得非常流暢 對 而且在於就是說你 搜球之後你的跨步是要能夠過快 而且能夠過得了人 假如說你的過不了人 沒有用嗎 如果你像阿公阿嬤在跨步的話 讓你多跨個三四步 你現在給Evans 哇 這一撞 Evans 最後一秒鐘的出球差板 在熱身賽的時候 他的那時候的表現成果 教練對他的評價也是非常的好 那只是說他那時候因為受傷 一個瞬間的判斷 對 而且可能沒有到幾秒鐘 可能在一秒鐘中你就要做一個反應的 所以我覺得說 運動真的可以讓 這時候其實你就必須要能夠練就出 屬於自己的一項技能 然後我剛才講說公園阿伯遇到外國來的阿伯啊 快過阿伯 蘇一進一個假動作之後 我們看到這邊 就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有蘇一進跟 林峰 面對2-3的區域聯防 球給到了Evans 馬上被包夾 進攻時間剩下1秒鐘 蘇一進這球轉得漂亮 Nice play 對 最近這一顆 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往左邊切 但是順勢呢 做一個 快攻林峰跑得非常快 三個打三個 直接阿伯又下 哇 哇 Evans要跟 對手搶下的時候 都會拍一拍自己的頭 對 因為要想他說 如果你要跳高 你要越過我的頭啊 哇今天 Evans的確也打出了 這一波的傳導 韭太這邊就馬上又轉換邊 所以這時候 佳龍就可以得到一個輕鬆 而且比較大的一個空檔 哇 當他走掉之後 那又換了蘇一進來接球 滅滅 韭太26投4中了 只有15.4%的三分球命中率 哇 這邊是陳韻瑞 挑戰Evans成功 加油 而他就說你們 呃在技外之後 我們就應該 任何去加強這一塊 呃 三分線外面投這一個 優點去搶打他 好成功的朝斷球 張家榮繞到另外一邊做 好 上籃得分 nice play 因為現在剩下兩分差距了 好玩就把球發出來 雖然說 呃感覺上是有空檔 其實有時候那是防守做給 陷阱 再給陳文宏 外線的出手技 逆轉的比賽 逆轉的比賽 球員 球迷朋友都是一種尊重 Evans 再給出來 又是陳文宏 好球 Evans來到進區裡面 放短了 但蘇一進拿到 這邊再擺兩分 哇 有空撞有高難度 他想要進啊 他喜歡有衝撞的 對 在這邊阿伯 哇在空中挺腰 RU喔 哇 對 所以其實說 而且陳宥徐飛進來 哇 今天就要看陳宥徐了 李卡燕直接一個擔當 已經在公園打球的時候 阿伯真的很喜歡喊犯規 對啊 不然怎麼樣就說 放過眼 前面快攻的機會 陳宥徐沒有進沒關係 後面補進 陳宥徐 現在101比102 還有兩分半鐘的時間 又回到了一分差 輪轉的時候就是非常的重要了 這邊又是陳文宏三分球 短了 但是Evans再來加 沒進 搶第二波 哇 M1 哇這個M1很關鍵喔 對 那其實當然現在的趨勢是 越打越快越好 但是你在快當中 你不是亂 而你在這個快當中 你要怎麼樣 導出一個合理的出手 4比105 這邊 李林峰再來嘗試一次 哇陳宥徐的切入 哦 同樣是換一個三分打的回來 哦 所以看到 講來就是說真的 不管是 例行賽的最後一場 他們對於勝利啊 還是非常的在乎 再給到Evans 沒有進攻 再給出來 頭三分 陳文宏 這能力到現在都還是蠻穩定的 所以我覺得 韭菜這邊其實 可以製造更多的機會 給陳文宏 對 阿佩直接打到籃板 這個距離 感覺起來 蘇伊金應該可以直接 自己來做進攻 對 換李林峰的三分球 上很多 很多細的球員 有時候也會騙到自己 的隊友 柯米豪底線 踩在三分線上的 一個防守犯規戰術 好蘇伊金一個轉身 再拿兩分 124比133 那麼今天蘇伊金 以及Evans 都有不錯的一個表現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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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